哈囉大家好我是天翻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二月的活動新視力 沒錯官方在剛剛已經PO出來了 那這一次的話應該就是主要在國際賽的部分了 因為我們的活動基本上是沒有的 就是我們的春節活動也不能說沒有啦 就已經涵蓋了半個月了 那二月一號到二月七號在七天的時間內 算是一個修身養性的長草期 我們的除夕是二月九號 所以二月五號就開始有活動的話 四天我剛才算錯了 這四天的長草期到下禮拜一才會開始 至於春節活動的話我猜不外乎有三個吧 春節禮包然後春節的龍年做棋 然後是打年獸然後龍年系列的卡片 畢竟他之前都是這樣出的沒錯 然後都在肥羊然後又要用鞭炮去炸他 雖然說這也是一個大家都能夠參與的活動 只不過如果是要等王 重點是那個王死很快 所以我可能都比較不會參與 那就來看看這個龍年做棋有多帥 我個人覺得龍年做棋應該會帥一點吧 如果他還是長得胖胖嘟嘟的話 好吧也是可愛的風格也不錯 那這個做棋就不知道會不會是六樹 還是說其實會在更高處上去 因為畢竟上一次的更新 這個遊戲的速度已經有往上提升了 結果看這個遊戲的極速啊 攻速啊有沒有在往上提升的空間 攻速是一定有的嘛 只要開放就可以了 那極速就算開放的話呢 那等級會不會有辦法開放啊 那還是我自己心裡所想的東西而已 那就再說啦 然後最特別的事情是呢 欸沒錯他有卡片升星 這個升星第二期 不知道是給爸爸的還是給大家的 言簡應該就是他是給金卡呢 還是給藍卡呢 可是總覺得應該是給金卡沒有錯啦 因為金卡他的能力很像還沒有全部開完嘛 對不對 如果有給他全部開完的話呢 我記得是全屬性全種族全體型的能力會加到24% 減傷的話也是24% 還是有可能他第二期會開的是藍卡 如果這個地方開的是藍卡的話 我們的那個 那個幣就有地方可以用了 應該說現在還是有啊 因為可以抽新的地方對不對 但是現在幣都拿那麼多嘛對不對 是不是代表說我們藍卡也升星 然後又可以放入 這個反法我覺得也還算不錯 但是我也只是說說而已啦 我個人會覺得金卡的機率比較高 藍卡要升星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符合遊戲的常理 不然的話呢他的升星也有可能啦 假設藍卡真的可以升星 我只是隨便說說 會不會就是他升星但是能力不變 只不過就是給你存入 這樣的話呢讓你就算拿到新卡 拿到舊卡也還是有舊卡的一個契機 可是感覺蠻幹的 如果真的這樣子的話 以前分解的卡片不就都是浪費掉 好啦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希望有藍卡的部分啦 如果是金卡的話應該就跟一般玩 像我這種一般玩家無緣了才對 好啦再來呢就是我們的ROXIC算是我們的國際賽吧 那個國際賽的海選 那最後的話是抽籤 最後的話2月28號到3月1號 就是打8強賽 所以之後是3月的事情了是不是 然後一樣2月19號的話是19日 那在2月18號跟19號這天記得去 喝個酒這樣子就可以開啟19日了 算是一個感恩節的活動啦 每月都有感恩節這個部分我覺得還算不錯 看你是要去附魔你的寵物 去洗髓你的寵物還是在這個時候 去拉交易所的東西 至少這兩天我覺得應該 是這天啦 19號這天應該會有一個小波動才對 這樣講的很像在講股市一樣 好啦不管如何 我們就2月5號再見吧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 2 1 掰掰 加油 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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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汗 滅